再来关注世界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莫子号 今天凌晨1点40分 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莫子号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发射升空 来自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科学任务大厅的消息 即至到今天中午的11点30分 莫子号已经在距离500公里的空间轨道上运行了8圈 星舰分离翻版展开正常 纠缠发射机解锁正常 总体载轨运行情况良好 在后续的工作当中 卫星有效载荷在经历三个月的载轨测试后 将正式进入载轨运行阶段 开展量子科学实验项目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莫子号成功发射 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与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 标志着我国正在引领全球的量子通信领域 莫子号量子卫星2011年12月立项 是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首批科学实验卫星之一 其主要科学目标 一是进行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 一期在空间量子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二是在空间尺度进行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 在空间尺度验证量子力学理论 工程还建设了包括南山 德令哈 星龙 丽江四个量子通信地面站和阿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站在内的地面科学应用系统 与量子卫星共同构成天地一体化量子科学实验系统 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潘建伟表示 我国自主研发的量子卫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包括高精度根苗 星地偏振态保持与基石校正 星载量子纠缠源等 量子卫星的成功发射和载轨运行将有助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 保持和扩大国际领先地位 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平跨越时提升 有望推动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科学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本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中科院研制的西伯大气科学实验卫星 和西班牙科学实验小卫星 量子卫星发射入轨后将进行三个月左右的载轨测试 然后转入载轨运行阶段 由中国科学院研制的世界首科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它的成功发射和后续的实验 应该说是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个象征 同时这个实验也是第一次能够做广域空间范围内量子完美性的检验 能够回答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关于量子理论的一些疑惑 所以不管在实验上还是理论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